后人总想借鉴秦始皇的教学,可是有位唐人却提出惊人观点,也白总结,后人还会继续犯错误,那么这个人是谁呢? 在人们对秦始皇的评价普遍不高的情况下,唐朝竟然有人为秦始皇鸣不平,那么这个人又是谁呢? 大唐盛世的人们对秦始皇究竟是怎样一个评价呢? 敬请关注《王内君读史记》,秦始皇之唐人论秦 上一集讲到汉朝刚刚建立,汉朝的统治者和臣民们急切地想借鉴秦朝肃王的教训,为了证明汉朝的正统,汉代儒者对秦始皇的评价都是立足于他所推行的暴政, 所以,一家一位代表的大部分人都认为秦始皇是一位十足的暴徒,汉代儒生对秦始皇的评价揭开了两千多年以来,对秦始皇评价的一个巨语,之后人们对于秦始皇的评价越来越深入, 尤其是在历史上一直与汉朝相继并论的唐朝,对秦始皇的评价也十分热衷,像唐朝的著名诗人李白,杜牧, 大文学家柳宗元,大唐英主唐太宗等等,很多人都对秦始皇有过精彩评论, 那么为什么距离秦朝八百多年的唐人也那样热衷评论秦始皇的语,唐人论秦究竟具有怎样的心意? 河南大学王立群教授做客百家讲坛,为您讲述王立群读史记秦始皇之唐人论秦。 两汉的乳生对秦始皇的评价, 揭开了两千多年以来对秦始皇评价的一个序幕, 序幕拉开以后,证据要上演, 其实汉乳评秦只是一个序曲, 真正对秦始皇评价最重要的是唐代,明清和近代, 人们对秦始皇的评价越来越深入, 这里边我们要特别提出来的是唐代, 汉代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强大统一的一个帝国, 时间很长, 第二个强大统一的时间很长帝国就是唐代, 所以我们讲中国古代前期的王朝的话离不开两个王朝, 汉唐, 一个是汉, 一个是唐, 那么唐人是怎么评价秦始皇的呢? 唐人评价秦始皇有的什么特点呢? 从形势上看, 唐人评秦, 第一个特点是形势多样, 唐人评秦的形势非常多, 假意就是一篇散文过秦论, 唐人词赋有, 诗歌有, 奏书有, 散文也有, 他的形势多样, 从内容上看, 唐人凭秦, 既有批评, 也有肯定, 毕竟唐和汉还有不同, 就是唐人对秦的评价中间, 出现了一种肯定的声音, 所以, 我们从唐人评秦的史料来看, 秦始皇虽然到唐代, 已经相聚了很长时间, 但是历史并没有因为秦始皇渐行渐远, 而忘掉这位始皇帝, 相反, 唐人对秦始皇充满了关注, 这种关注首先表现在秦始皇在唐代成了一个反院教员, 成了一个警示皇帝教育的一个反院教员, 秦始皇留给后人的一笔最丰厚的遗产, 就是他创立的这个政治制度, 这个政治制度两千多年以来, 没有因为秦朝的肃王被人们扔掉, 大家回想一下, 刘邦在乌江逼杀了项羽, 转过年来, 刘邦在山东定逃, 迫不及待的当了皇帝, 刘邦当皇帝, 大家看起来是个很平常的事, 但是如果你要是纵观整个中国的政治制度史, 这个是一个大事件, 这个大事件的意义就在于, 秦始皇创立的皇帝制度在汉代得到了延续, 秦始皇死了, 秦始皇创立的皇帝制度, 没有因为秦始皇的死亡而死亡, 刘邦摒弃了项羽分封诸侯王的分封制, 建立了西汉王朝, 西汉王朝是皇帝制度, 当然他有一些变通, 他封了一些诸侯王, 这说明皇帝制度得到了皇帝的青睐, 皇帝制度在以后两千多年来不断的受到人们的重视, 谁都想当皇帝, 大家知道连辛亥革命成功以后, 还有一个军阀想当皇帝, 大家知道这个红线皇帝当得很短命, 你想想袁世凯到那个时候还想当皇帝, 那皇帝真叫做引无数英雄竞折腰的一个终极目标, 谁不想当皇帝, 你知道当皇帝最大的好处是什么, 当皇帝最大的好处第一, 他拥有天下的所有的财富给权利, 这是一点嘛, 挣钱多, 谁又被皇帝挣了钱多,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 率土之兵莫非王臣, 整个天下都是他的, 整个天下的老百姓都是他的, 当皇帝的第二个好处在什么地方呢, 皇帝说对了, 天下所有的臣民都会俯首天儿, 皇帝说错了, 天下的臣民也会俯首听命, 这就是当皇帝的第二个好处, 说对了说错了, 都有人高呼万岁, 多痛快啊, 不用再受领导批刑了, 所以皇帝制度, 他确立了一个皇帝至尊至贵, 至高至上的这么一个地位, 这样一来, 皇帝就成为一个不受任何约束的人, 这可又带来个大麻烦, 我们知道, 一旦皇帝不受任何约束的话, 这个皇帝本人就成为这个, 这一个王朝的破坏者, 那么要想让一个王朝延长他的寿命, 非常重要的一个任务, 就是要想办法约束皇帝的皇权, 我们过去讲过, 商朝是靠神权, 约束商王, 周朝是靠分权给诸侯清大夫来约束周王, 那么在皇帝制度下怎么约束皇帝啊, 这需要政治智慧, 其实拥有者最怕失去, 拥有财富的人怕失去财富, 拥有权力的人怕失去权力, 皇帝最怕失去的是皇权, 稍微清醒一点的皇帝都知道, 害怕失去皇权, 所以皇帝既然害怕失去皇权, 那么你只要怕, 那就是你的软爹, 你要什么都不怕, 那就没法教育了, 那就是孔子说的, 秀目不可雕业, 你只要知道怕, 就要对你进行教育, 对皇帝进行警示教育最好的反面教员是谁, 秦始皇, 秦始皇是对历代皇帝进行警示教育最佳人选, 你想想, 谁又比秦始皇的资格更合适, 做教员你得发给这个教师资格证啊, 按这个教师资格证来看, 就秦始皇最合适, 因为他是皇帝制度的开创者, 他也是第一个十五年就亡国的皇帝, 那么秦始皇就成为对皇帝进行警示教育的最好的一个人选, 这就是古人的政治智慧, 秦始皇已死, 秦帝国已亡, 但是秦始皇所创立的政治制度, 为中国两千多年来的历代王朝所遵循, 以至后人有百代行秦制的评论, 王立军先生认为, 在秦始皇所创立的众多制度中, 皇帝制度更是影响了中国人的内心深处, 对于封建帝王, 秦始皇的成百得失, 具有不可比拟的警示作用, 那么唐朝人是如何拿秦始皇来警示皇帝的呢? 这种警示有效果吗? 在唐代, 我们发现唐人开始写诗歌来警示皇帝, 唐诗是中国古典文学皇冠上的明珠, 我们看今天的唐诗中间, 一个最有名的诗人李白, 大家知道讲唐诗绝对绕不开李白, 李白写过古风祖诗, 在这个古风第三首中间, 有一首诗叫秦王扫六合, 有时间大家可以下去看, 在这首诗中间最后写到什么呢? 写到秦始皇派徐福入海, 求那个长生不老药, 最后的结果是个什么结果呢? 弹剑三泉下, 金冠葬行徽, 说秦皇追求长生不老派徐福两次入海, 寻求仙药, 最终的结局是在他的地宫里边, 那个金冠里边埋的是一个骨灰。 这就是李白借诗歌, 用秦始皇来告诫当时的唐宣宗, 别求仙了, 看看秦始皇最后求的结果是怎么样, 还是死。 那么拿秦始皇锦始皇帝有没有结果呢? 我举一个例子, 举唐太宗的例子。 我们今天在《真观正要》简约片, 可以看到这么一段记载, 写那个唐太宗的。 写唐太宗干什么呢? 这段话, 原文我给大家读一下。 秦始皇迎见公事, 而人多傍义者, 未训起私欲, 不欲众共故也。 朕今欲造一殿, 财慕已聚, 原想秦皇之事, 随不负作也。 这话什么意思呢? 说唐太宗李世民想造一个宫殿, 把木材, 木料, 什么都准备好了, 不盖了。 为什么呢? 他想起来, 当年秦始皇修宫殿, 惹得天下人, 天怨人怒, 导致秦王朝灭亡。 所以最后, 唐太宗想到秦始皇, 这宫殿我也不见了。 为了什么? 为了希望唐王朝能够多延续一些年。 所以我们看, 秦始皇对唐代皇帝确实有讲师教育的作用。 您现在收看的是百家讲韩兰的。 历史上的借秦始皇来教化劝戒帝王, 可以说是司空见怪。 而很多帝王自身对秦始皇的一系列避政及其危害, 也有深刻的认识。 唐太宗就是典型势力。 唐太宗这种清醒的自戒, 对于他的政治行为产生了重大影响。 真冠之治就是这一认识的政治成果。 然而有位唐人在他的一篇流传千古的作品中提出了不同的观点, 说教训总结了也白走, 后人还会继续犯错误。 那么这个人是谁呢? 他究竟是如何评价秦始皇的? 广告之后, 请继续关注王力群读史记秦始皇之唐人论情。 在唐代写秦始皇的作品中间, 有一篇作品非常有名, 这就是晚唐杜牧的阿旁公父。 杜牧的阿旁公父可以说是一篇唐代副作的翘楚之作。 这篇副太有名了, 我们在中学也都学过, 整个杜牧的阿旁公父只有六百多字, 但是这篇父写得非常有名, 他把阿旁公建筑的壮丽和宏伟, 美人的角色和众多, 写得会形会色, 给人的印象非常深刻。 所以这篇父一出来, 阿旁公三个字就从此被人记住了。 由于阿旁公父一出, 所以很多人认为阿旁公建成了, 实际上阿旁公没有修成。 阿旁公并不是这个宫殿的正式名称。 阿的意思, 据唐人的注视, 阿就是靠近, 旁就是房子。 所以阿旁就是靠近一大片房子的一个宫殿。 实际上就是秦始皇想建一个朝宫, 这个朝宫的前殿叫做鹅庞宫, 叫鹅庞, 但这个鹅庞并不是正式的名称, 秦始皇想把它修建完宫以后再给它取名。 为什么修建鹅庞宫啊? 据史记的记载, 秦始皇认为咸阳的宫殿太小而人多, 容纳不下。 这可想而知啊, 你本来你秦国的宫殿就容纳你秦国的美女, 你把六国的美女都搬过来, 那能容纳他下吗? 肯定要扩建的。 鹅庞宫按我们今天的说法叫烂尾楼, 就他没有修完, 没有修完, 他开始建于哪一年呢? 在秦始皇三十五年开始修建, 但秦始皇三十七年, 修了两年, 秦始皇死了, 鹅庞宫那么大, 没有修完秦始皇死了, 秦二是接着修, 还没有修完秦二是被杀, 到秦王子营的时候已经没有办法, 用四十六天, 所以等起义军刘邦项羽打到咸阳的时候, 鹅庞宫没有建成, 所以他叫烂尾楼, 鹅庞宫多大呢? 史记记载, 说这个大殿, 鹅庞宫的宫殿, 东西五百部, 南北五十丈, 里面可以容纳多少人呢? 万人, 而且可以输多高的旗帜呢? 五十丈的旗帜, 修建这么一个大的宫殿, 实际上鹅庞宫没有修成, 杜牧的鹅庞宫父是怎么平秦, 第一, 鹅庞宫父提出来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话题, 就是秦始皇创建的秦帝国的宿王, 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因, 是因为秦皇过度的交涉淫逸, 他太重视自己的相恶了, 所以鹅庞宫父说了两句很有名的话, 说一人之心千万人之心, 什么意思啊? 就是当你当皇帝的人想充分享受人生的时候, 天下的老百姓也想享受人生啊, 你把老百姓所有的财富都剥夺来了, 那老百姓像你一样, 他不能享受人生了, 他能不恼恨你这个皇帝吗? 而且鹅庞宫父的最后的结尾写了一段非常深刻的话, 谈到了秦朝灭亡的原因, 这段话是这样说的, 欧乎灭六国者六国也非秦也, 祖秦者秦也非天下也, 绝父是六国各爱戏人的足以俱秦, 秦父爱六国之人, 则地以三世可治万世而为君, 谁得而足灭也, 秦人不暇自来而后人爱人, 后人爱之而不见之, 已是后人而服爱后人也。 这段话, 杜牧写得非常深刻。 他讲了什么问题呢? 他讲, 六国的灭亡是六国的人你自己做得不好, 所以说灭六国者六国也, 足秦者秦也, 导致秦国被灭的是秦国, 导致六国被灭的是六国, 他讲了一个很深刻的原因, 一个帝国, 他的灭亡自身的原因, 内因是主要的, 但是假如说让六国的人爱六国的人, 那么六国不会灭亡, 假如说秦人能够爱六国的人, 那么秦朝可以传, 多少代不会灭亡, 那就是说一个国家的灭亡, 很重要的原因是对他的臣民不是仁义, 不爱自己的灭亡, 心里没有老百姓, 所以老百姓最后抛弃了你。 第三点, 这个历史教训, 人们很难借鉴, 这就是最后所说的, 秦人不瞎自哀, 秦人还没有来得及反思自己的, 而后人还之, 后人哀叹秦国灭亡, 但是后人在感慨秦国的处亡的时候呢, 后人又没有吸取教训, 结果又亡国了, 所以又是后来的人再来哀悼前人。 他讲了一个规律, 王朝的兴替, 往往是后一个王朝, 在总结前一个王朝的失败的教训, 而这个教训永远是总结不完的, 到下一个新王朝建立以后, 他还会重蹈这个福泽。 在对秦始皇的评价中, 焚尸书、坑树氏是他的一大罪创, 可是关于这一点, 历史上有不同的记载, 这不同的记载, 决定了对秦始皇的评价, 是否客观公允的问题。 那么对于焚尸书、 坑树氏不同的记载, 唐朝人又是如何取舍呢? 秦始皇在唐朝人的心目中, 究竟是怎样的一个形象呢? 您现在收看的是《百家讲坦树》。 在刚与柔的智慧之中, 看他如何在半军如半虎的时代里, 每每逢凶化即。 大将不辞, 刀头死。 在入世与出世的境界之间, 看他如何在完兴黑暗动荡的时局中, 常常独善其身。 保身六法。 在生存与毁灭的抉择之中, 看他如何白手起家, 打造一支成功团队。 落脚点还要落在信仰的两次。 南京师范大学博士后, 立波副教授, 与我们一同再度打开 曾国藩的家书与日记。 立波评说曾国藩家训, 下部百家讲坛新年奉献, 敬请期待。 唐人论秦的第三个亮点, 就是秦始皇被看成奉。 这个我们在粉书坑儒内集中间, 讲到一个例子, 讲到那个坑术士。 我们知道坑术士有两种说法, 一种说法是秦始皇本记记载的, 秦始皇本记记载的坑术士是怎么坑的呢? 是因为方氏们骗秦始皇, 可以拿到仙药, 最后找不到, 花了很多钱找不到仙药, 这些术士还在背后, 这个诽谤秦始皇, 最后呢, 他们还逃亡, 惹得秦始皇恼火了, 下令追捕, 抓了一些人, 审案子, 在互相之间一共认, 牵扯到460多个人, 被秦始皇一块儿杀了, 这就是历史上秦始皇本记记载的坑术士, 但是, 还有另一说, 就是魏弘, 在古文《齐子序》中间提出了另一说, 魏弘这个新说是怎么说的呢? 说秦始皇把天下的文字统一的时候, 统一成小传, 导致天下很多都市不满意, 秦始皇就设了个阴谋, 把天下的读书人都招到京城, 封他们为狼, 然后在离山有温泉的地方种了瓜, 在秦代的话呢, 那个地下有温泉, 它有地热, 冬天竟然那个瓜, 长出来结了瓜, 当然这叫反寄种植, 我们今天在苏拉大房里完全能够完成, 但是在秦代是个奇迹, 秦始皇就把这件事告诉这些读书人, 然后让这些读书人到那去集体考察, 当这些读书人到了离山的山谷里边集体考察的时候, 秦始皇用机器突然间向这个山谷里边封土, 把这七百多个读书人全部给活埋了, 这是魏弘的新说, 我们在坟筑坑路中间讲过, 这两条记载, 一个出自司马迁的史记, 秦始皇本记, 一个出自魏弘的古文齐字序, 这里边就有两个问题了, 司马迁跟魏弘各是什么时代的人? 司马迁西汉中齐人, 魏弘东汉人, 那就司马迁的生年早遇魏弘的生年, 当两个人同时记载同一件事的时候, 你信哪一个? 一般来说信时代早的那个, 是吧? 就像我们今天这次讲座, 你们每个人做个记录, 你们的记录是最可靠的, 将来你们的孩子在记录的不可靠, 你们在前, 他们在后。 所以司马迁的记载也能可靠, 第二, 魏弘这个新说没有交代史源, 这个史料的来源是什么? 因为这两则史料差别很大, 你要按前一则史料, 秦始皇本记的记载, 那是秦始皇被那些方术们骗的, 秦始皇一生气, 给他们镇压了, 按后一说呢, 那秦始皇纯粹是设了个阴谋, 把天下的读书人一网打尽给害了, 那这两种说法中间, 秦始皇的形象很不一样, 但是我们发现, 唐代有一个很奇怪的现象, 唐代啊, 出现了一个重要的文化现象, 按照中国的文化史上来看, 秦代以前的典籍, 到汉人读的时候, 汉人读不懂了, 所以汉代出现了很多人为秦代人的典籍做注释, 这是第一个文化现象, 第二个现象, 就是汉人写的著作, 到了唐代读的时候, 唐代人读不懂了, 所以唐代出现了一批学者, 为汉人写的著作做注释, 这里边最有名的, 像唐人张守洁, 为史记做注, 写了史记正义, 唐代著名学者严诗谷, 为汉书做注, 张怀太子李贤, 为后汉书做注, 你看, 史记汉书后汉书, 这都是, 贤寺史最有名的三部书, 还有一个出唐著名的学者李善, 为肖童的文选做注, 这里边这四个人, 张守洁, 严诗谷, 张怀太子李贤, 加上李善, 这四个人, 都是我们今人承认的, 唐代的顶尖级的学者, 这些学者在为古书做注的时候, 引用的, 坑辱这一说, 引用的是史记呢, 还是古文齐字序的, 毫无例外, 这四个顶尖级的学者, 引的都是魏弘说, 而不是司马迁说, 大家想想, 这是偶然的吗? 要是一个人引魏弘, 三个人引司马迁, 这我们可以解释, 四个人都撇开司马迁, 四个人都引魏弘, 而且这四个人, 都是唐代对顶尖级的学者, 为什么? 这有一个道理, 这说明唐代这四个顶尖级的学者, 都认可魏弘说, 魏弘说把秦始皇说成是一个, 极其阴险的暴君, 所以我们通过, 这四个顶尖级的学者, 给前代典籍的注释, 看出来一个问题, 唐人把秦始皇看成什么? 看成是一个极其阴险的暴君, 这就是唐人对秦始皇的共同的看法, 您现在收看的是百家奖谈栏目, 通过唐代大学者们, 对于秦始皇焚尸书, 坑术式资料的取舍可以看出, 虽然唐人对秦始皇的评价形式多样, 但基本上, 没有摆脱对秦始皇的负面评价, 大诗人李白虽然在秦王扫六河中, 胜赞了秦始皇统一中国的业绩, 但最终也是把秦始皇作为一个负面典型来放射, 一直到中唐时期, 大文学家柳宗元才在他的封建论中, 客观地肯定了秦始皇, 那么柳宗元肯定秦始皇的究竟是什么呢? 他肯定秦始皇的背后究竟有着怎样的隐情呢? 唐代论秦和秦始皇的名家可真多, 你看看我们举这例子, 第一个李白, 圣唐的李白, 第二个晚唐的杜牧, 杜牧和李商隐并称为小李杜, 圣唐有个李白给杜甫, 叫李杜, 晚唐有个杜牧给李商隐, 叫小李杜, 这都很有名的, 第三个是我们刚才讲的四个顶尖级的学者, 第四个又是唐代一个名家和韩裕并称的柳宗元, 柳宗元写了一篇著名的封建论, 柳宗元的封建论, 在唐代论秦的著作中间, 独树一职, 柳宗元的封建论充分肯定了秦始皇的郡宪制, 认为郡宪制是一个非常正确的制度, 柳宗元的封建论论论认为秦皇在兼并六国以后, 在全国范围内推行郡宪制是个非常英明的决定, 秦朝的迅速灭亡不在于郡宪制, 而在于其他的暴政。 所以在封建论中间, 柳宗元讲了一句非常有名的话, 说秦之师在正不在于智, 说秦朝的失败在于他正, 就是他的政治, 不在于他的制度, 就是没有把秦的暴政和秦始皇推行的郡宪制, 一股脑全部撇开, 认为郡宪制是正确的。 这样以来, 我们就出现了一个新的观点, 在中国历史上, 第一个肯定秦始皇的人是中唐的柳宗元, 在柳宗元的封建论中间, 高度评价了秦始皇的郡宪制, 而且柳宗元还认为, 秦之所以革制者, 其位制, 公制大战, 柳宗元认为, 秦始皇的郡宪制叫公天下, 是大公无私, 怎么叫大公无私呢? 秦始皇没有把天下的土地分给他的儿子, 而是把天下的土地作为郡宪, 由皇帝统一管理, 这就叫大公无私, 所以柳宗元认为, 公天下之端自秦始, 秦始皇的郡宪制是公天下的开端, 所以柳宗元对秦始皇的评价非常之高, 这里面就带来了一个问题, 那就是为什么唐人重视郡宪制, 为什么对郡宪制看得这么重? 人们对历史的评价总是从现实的出发, 超越自身现实的历史评价是不可能存在的, 唐人重视郡宪制和唐代的现实分不开, 柳宗元生活的中唐时代, 有一个最大的现实就是藩镇得地, 什么叫藩镇? 唐代初年中央政府就在唐代的边境地区的重要的州, 设立都督府, 这个时候的话到了唐玄宗时期, 在边地的州里边已经设了十个都督府, 这个十个都督府每一个都督府都设了一个戒度室, 这就是所谓的藩镇, 安市藩镇的势力扩大了, 当时最有名的就是和硕三镇, 和硕三镇就是指的魏伯、承德和幽州, 幽州就是北京啊, 承德就是今天石家庄这一带, 这个魏伯指的是山东、河南、河北三省交界这一处, 就这一块在安市直乱以后, 由于唐朝中央政府的实力削弱了, 不得不封了三个重要的戒度室, 就这三镇的戒度室都封给叛将安禄山和史思明的部下, 让他们做这三镇的戒度室, 戒度室有三大职责, 第一,可以扩充军队, 可以任命官邸, 可以收取辅税, 等于他是一个独立王国了, 而且戒度室死了以后, 也不由中央政府任命, 或者由他的儿子继位, 或者由他手下的部将继位, 这就形成了唐代中期著名的藩镇格局, 这种藩镇格局到中唐的后期的时候, 发展到四十多个, 这些藩镇之间打仗, 要么联合起来反对中央政府, 对唐代的中央政权造成极大的威胁, 柳宗元看到这个现实, 这个时候柳宗元才认识到, 郡县制可比这个藩镇格局要强得多, 藩镇格局延续了两个世纪, 是国家给人民都饱受苦难, 一直到宋初解除了藩镇的兵权, 藩镇格局局面才得到遏制, 所以柳宗元赞扬郡县制, 是和唐代的特别是中唐, 藩镇格局的现实必不可分的, 所以柳宗元成了秦始皇郡县制的知音, 那已经是秦始皇死后将近千年的事了, 秦始皇死后那么多年, 柳宗元才认识到郡县制的可贵, 所以历史的魅力就在于他经历了千年的岁月之后, 才能让后人体会到他的价值所在, 在他历经了千年沧桑之后, 才能让后人体悟到他心的意义, 这样一来, 唐人对影显和汉人不一样, 唐人论秦出现了一个重大转折, 就是有批评也有肯定, 这就是唐人论秦和汉辱贫秦的不同之处, 这就是唐人论秦的新的视角, 新的观点, 那么后人呢, 唐代以后的人又会怎么样评价秦始皇和秦帝国呢? 我们下次再讲, 谢谢大家。 自秦始皇死后, 人们对他的评价不绝于耳, 他已经成为一个文化富豪, 深深地印在了每一个中国人的心里, 而在后人的众多评价中, 千古一帝的评价最夺人而多, 那么这个评价从哪里来呢? 对于这个评价, 王立军老师有没有不同的看法呢? 敬请关注王立军独史记, 秦始皇之千古一帝。